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向左王的節目時間 在一個精華15分鐘向左王 或者說一說,你知道的 中共令到人有空,沒拿下來收下風 又或者拿下來訓示一些建制派 或者要空一空一些泛民主派 不要加太多事等等 你說臨近立法會選舉之前 雖然都有幾個月時間 張德江下來,究竟有什麼訓話 或者有什麼中局 又會不會對梁振英下來的管治 或者甚至特首選舉有什麼影響呢 話說張德江表面上是說一帶一路 其實現在什麼都沒有人說得清楚 只不過是習近平在希臘的時候 不斷說一下 他下面的官司就幫他做了一個 所謂一帶一路的理論出來 現在李克強沒有提 現在李克強已經把中國經濟的重心轉了 轉了發展科技方面 金融等等 到底一帶一路還存不存在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一件事 直到今天為止 張德江也是不能拆拆習近平的 習近平說一帶一路 他就用來講 但是對梁振英來說 也有一個很微妙的 因為他說他爭取這個 深廣通 老實說 通常派禮物是找聖誕老人派 聖誕可以受歡迎 現在張德江沒有做聖誕老人 梁振英說 看來深廣通應該還未行 所以他刪了一把 來到一招也沒有禮物派 意思就是說 梁特久還未做得久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講起這件事 我們有些感慨 因為在2005年 周若琦做了特首之後 就帶了他自己要領供 帶了60個立法會議 回去見張德江 張德江是廣東省三位書記 當時我也看到他 雖然難了我 不讓我在記者在場的時候去到 後來我也進去 你也上去 我上去見到他 當時我們也跟他有辯論 當時那個辯論是 我講一句他講十句那一句 一言求定 他都給我說完 我記得他還說 他想討論我 我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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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看他的 范翠麗太 就事宜他給我講完 現在來到 門高九大 不見人 好像聽說 不想見 我不知道是梁振英 不讓他見我 因為他叫梁振英 說我不想見這個人 怕見了你 但是梁振英 現在梁振英 還有一件新由 就是叫立法會議員 有受邀請的執法議員 填一張身份確定的 要填一張表格 是填你的姓名 有很多東西 有成十欄 就是那個叫做 身份確定的文件 就是這樣 要你確定 還要交相片 還要交一張照片 如果你沒有照片 就要花三十多元 我真的不要不明白 我們 立法會全部在網上有照片 拿一幅就行 隨便做 你要填一百份也可以 填一百份也可以 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其他人 要不要填 人大政協 要不要填 李嘉誠 要不要填 又不是找工作 又不是入職 你先當這個 你當這個是什麼 有空沒有工作 如果你不填就沒有 沒有工作 不如數腳毛算 那就數毛毛 他現在要我們填 我沒有受邀請 因為他不讓我去 他不敢請你 但其他人要去的就要填表 真的 我當時 我記得 通常我這樣說 我在孫明陽樓下受示威 他說有一張表 他有一張表 就是說 當時也有說 公屋租金 你不明白我家裡有張表 在那裡 就是他那些 跌了在那裡 我們就說 孫公孫公 表你有沒有 現在真的問他 我現在問他 真的 表你有沒有 真的 真的 要填表 就好笑 立法會議員 根本就好像夠禮 這樣踩 這句馬屎憑官勢 叫張德剛 成績踩來一腳 另一個問題是 人必自然會移後人廢資 你會不會陪他瘋 如果六十個都不見他 其實張德剛或梁振英都很沒面 另一個問題 建制派實填 還有一個 他說 根據保安和秩序的理由 不請部分的議員去 我不知道 好像說何秀蘭都沒有 何秀蘭怎麼會有秩序問題 何秀蘭怎麼會有秩序問題 是吧 保安問題 我也沒有 還有一個 他在 他自己有請立法會議員一頓飯 好像在六月底 還是六月底 我忘記了 因為我沒有份 有一個理由 梁國雄曾經在 我請到飯局 曾經滋擾過宴會 所以不請他 這是所謂秩序問題 保安問題 黃毓民是不同的 黃毓民說 現在有宗案 梁鎮應是證人 浩文是被告 所以不適宜 現在不是要穿崩 現在張德江 和黃毓民怎麼會同案 因為沒有扔過張德江 張德江不用做證人 所以說謊 一說得多就有些崩崩 但說謊 說謊 會不會說謊 所以現在 真的很慘 不過我自己覺得 其實 我很希望 香港人能夠出來表達意見 因為說到尾 張德江 都是2014年 人大831決定的始作俑者 他是人大委員長 也是中共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的組長 去看著香港和澳門 他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理由不表達意見 就是要招呼他 不是他想要收到那種招待方式 不過現在很散 我希望看到這段影片的人 真的要做一下 也要留意民陣都會呼籲 我希望大家能夠響應他們的呼籲出來表達意見 我想到節目這個部分 都差不多微生 但我想一件事的關鍵就是 其實看回這麼多年以來 很多中共領導人來香港訪問 不要說對長毛 好像當長毛是病毒 我這樣敬而遠之 甚至現在令一些沒有動手動的泛民 都想盡方法去到不見了 去到趴他們走等等 因為其實都反映到一件事就是 去到習近平時代 如果你說這樣的訪問 親自下來瞭解香港 看一看那幫建制派在做些甚麼呢 因為實際上 譬如說這一兩天都開始有一些網絡媒體報道 就是說 其實講回十年前 就是民主黨真兄弟事件背後 也是講回其實中共都有派一些人 就是下來香港收風 然後之後有一些民主黨的人 很可能就是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說中共都有一些人 以做學術研究為名 做學術計劃為名 下來收風 然後之後希望利用這些接觸 去引誘 或者利用這些人做針 去進行滲透等等 當然你說這次 如果講回張英德綱來香港 就是看一班建制派 你九月選舉麻煩你省省定定 如果九月選舉 突然間好像今天那場雨 那麼大意外 無端端出了兩次紅色波的話 我想不單止習近平震驚 甚至我想張德綱 我想不知斬頭下來都講不出 這也是為何張六成要急急展步的原因 因為有兩大原因 如果張德綱來到的時候 建制派依然有43個人 仍然被揹出35個人 揹出一個隊員都不揹去 就不成功了 第二 因為如果立法會不改期的話 他們可能真是為了飲 他們真的會在投票輸 所以他們就急急展步 實際上,現在也有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說 星期三那天不如4、5時下班 因為張委業長來了,我們要認認他 又要穿衣服,又要拆鞋 即是沒辦法 現在香港立法會變成附庸 以前立法會討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或者施政報告是連結,很接近 一月才是 他們開人大兩會的時候 他們不敢叫香港立法會停會 他們自己上去,跑幾場一回事 現在不是停了會 我們休息一個星期 就像大學停課一個星期一樣 都沒辦法 其實大家要爭一口氣 請記住看報紙上網看 去支聯會社民營也好 民陣的網也好 記住參加這個抗議 人大831向晉德國說不 即是口號都幫我思考一下 抗議831向張德國說不 要不用就隨便你了 今天更有趣 你知道張德國來 之前為了要怕人扔磚 所以就黏不上膠水 結果自膠 今天下了兩場這麼大的紅雨之後 連膠都用不上 所以我想張德國來 這個不是叫水與膠油嗎 是呀 水到來 天氣到來 加上水 水與膠油也融了 真的 即是北北聲 是 這句新乘乳新招 真是天意 新乘乳 水與乳 膠油也融了 都是那句 張德國看路 對 對 差不多 這個節目完的尾聲 其實 張德國來 我覺得有另一個深層次的原因 就是 希望了解一下 如果梁振英 要掛柴的時候 香港有權有勢的人 有什麼意見 這個 也是香港的悲愛 每逢 所謂中央 中共的大人物來香港 一定是在策劃這個陰謀 簡單 不過我們在於民間 就不理會他 我們就搞陽謀 其次鮮明 其次鮮明 反對831決定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 其實 接下來 就算你說張德國來到 除了大家 或是大家用自己喜歡的方式 去到熱烈地 彈琴熱烈地 歡迎張德國之外 也都不要忘記 一件事 就是繼續留意著 我們整個 由現在 去到9月頭 立法會選舉 不同的政團 不同的勢力之間 那個此消彼長 因為 這幾天 其實都會留意到 就是這些不同的 非建制態勢力 本身是出現 又或者去到節目 最後就是 建制派本身 會不會張德國來到 醒他幾招 結果好 可能是送了他們 我們進入這個陷阱 大家放長雙眼睛 節目以待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